好,今天的乾爹是 Rhyno Show 犀牛盾 他們推出了 Circular Neck 循環再生手機殼 欸凱莉,你會做什麼很環保的事情 有啊,以前就是死不生小孩,超環保的 但是現在有點too late 曾經有一度,我也很常帶自己的便當盒 去買健康便當,想說為地球做一份心女 我看到你這樣做的時候,我是傻眼 超不像你會做的事情 其實我以前真的不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後來,就是IVY懷孕之後 然後後來女兒出生嘛 我想說多做一點點啊 不然的話就想說 她長大以後,這個地球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就覺得說,多做一點可以幫到她 至少會覺得自己心裡好過一點 就我努力過了這樣 我覺得我最努力的,真的就是 開始用西牛盾的手機殼 因為很環保 因為我以前的手機,你知道 沒事就要換一下玻璃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用了他們的手機殼 真的就是不會再一直摔爛手機 而且西牛盾他們最近推出新的 Circular Neck 循環再生手機殼 它是第一個可以做到 百分之百再生循環的手機殼 欸這很難欸 因為大家都很希望可以做到 對,沒錯 但真的很難 對,真的很難 而且在材料上也要做很多研發 做很多研究 而且他們現在的那Circular Neck 是目前可以做到六次循環 而且循環的記錄 可以在手機殼內的QR code掃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再生循環次數 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之前被用在哪裡 用過幾次 他被用幾次 他的材料被用幾次 哦,材料 簡單說就是他們開發出這種 單一材料製作手機殼 用了以後回收回來 弄一弄之後再做下一個手機殼 弄一弄 那這次西牛盾 還有發起一系列的 西守護地球的活動 是西牛盾的西嗎? 對,西 哦,很可愛 西守護地球的活動 那推出獨家設計的那個商品之外呢 也有愛護自然啊 關懷環境的一些IP聯名 像我手上這個很可愛的 Mikey Mao的這個設計 就是跟瑞典的陶育家 Lisa Larsen合作的作品 那如果你現在暫時還用不到手機殼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西牛盾 他們這次跟墾丁的 台灣記連鎖半徑談 然後我就發現 天啊,我身邊好多人要去台灣記 哦,是哦 對啊,因為我可能離開這種 對啊,我們年紀都 對對對對對 因為台灣記的很大咖 還蠻厲害的 Anyway,我們不知道宣傳台灣記 反正他們就一起辦淨灘 那木曜四超玩金魚腦 他們在今年4月7號 墾丁的大灣油氣區 就會跟大家一起參與淨灘 誒,說實話 其實我小時候 對台灣的沙灘的印象都蠻差的 你知道小時候去沙灘 然後就會看到一堆 什麼漂浮的保利龍啊 那人家用的烤肉的 那金屬架用一次 大家就丟在沙灘裡 然後煙蒂啊,啤酒瓶 以前小時候很多 可是這幾年 現在看不太到這些東西啊 對,這幾年真的有變得越來越好 不知道是不是淨灘活動的功勞 所以就是很多漂亮的妹子打卡 跟著很多公司會辦淨灘 還是有功用的 有正面的效果啦 那對啊,你自己覺得有差齁 我自己其實從來沒有參加過 什麼大型淨灘活動 因為我自己 我就是很愛去海邊玩嘛 潛水啊,衝浪什麼的 其實愛海洋的人 其實我們大家會習慣戴垃圾袋 或者是我們潛水會有那個浮球嘛 所以看到垃圾 因為海上真的有時候很多垃圾 你就會忍不住 你看到你就忍不住 你就飄起來頭有可能都撞到一些 不會到那麼誇張 可是你可能潛水前 以前就看到寶特瓶 就會把它拿起來放在浮球 其實看了會心痛對不對 對,其實就是會難過 其實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有跟同事一起參加過淨灘活動 哦,你有參加過啊 真的,而且那時候做完其實很累 因為就是曬一天太陽 可是做完的時候 就是內心會非常的滿 是那種滿出來的那種成就感 你不是覺得我只是虛影意故事 不是不是 因為一開始可能覺得很累 可是做完 然後你看到一袋一袋很大的垃圾的時候 就第一你覺得說 I did something 然後第二是覺得說 我可能在我的消費習慣上面 要做一些改善 讓這些垃圾可以減少 所以真的有一種 真的會改變 真的會改變 所以有興趣的話 這次犀牛頓聯手台灣季 舉辦的淨灘活動 就在2024年4月7號上午9點到12點 那名額所剩不多 可能播出當下就額滿 那我們在宣傳什麼 好不好,大家還是看一下 到底還有沒有 而且除了透過淨灘 生活減速之外 你還可以藉由購買單一材料 製造商品 實踐回收 幫助犀牛頓 用科技守護地球 那你的超能力就是影響力 那更多的資訊 可以到資訊欄或 犀牛頓官網查看哦 歡迎收聽白鄰國news 這一次花一屆最自由的雙語國際新聞 Welcome to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凱莉 我們會用白鄰國雙語的方式 與大家聊聊世界各地 有趣的新聞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what's happening on the world 好卡哦 好卡哦 好卡 沒關係 大家覺得親切 這樣我們才不會這麼快被AI取代 那個上禮拜吧 刺成不是地震嗎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你就發了 就是說啊 就刺成還好嘛 對啊 因為我們才剛從刺成回來嘛 然後對刺成現在有小認識 有點小感情 有點小感情 對啊 雖然好像規模是不是到五點 五點幾其實是蠻大 因為我東京的朋友 他就說 他連在東京都是山 刺成那邊應該感受是蠻嚴重的 然後我們就有個聽眾 他就跟我們說 啊就是有點大 但是他那邊沒有什麼問題 安全就是 對對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在刺成 他是個台灣人 他在刺成做長照 蛤 對 所以他就說就是 老人都會說 天啊天啊要他了 但其實他那邊是完全沒有 沒什麼大問題 我就跟他說 做長照 你怎麼會在日本做長照 我就開始問他超多問題 我說你是在那邊留學留下來 還是怎麼樣 他就說啊 其實他原本在台灣上班 但因為家人都在日本 所以他媽媽年紀大 他就想說 想要究竟就是多陪媽媽 所以他就去日本 念那種有點像惡技 常照專門學校 然後現在就是在養老院 就是配合的學校實習這樣 這好酷喔 對我覺得很酷 我就說欸 有專門的學校欸 對我說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這樣 他說他原來 我說你日文是不是需要很好 他說其實 當然你要會跟老人基本溝通 但是沒有到什麼要像母女那樣 但他說有時候老人家自己講話 他們就就是會黏在一起 然後又講方言 他說就算有時候當地日本人 聽不太懂 所以就沒有關係 那他覺得最特別 但他說他在台灣沒做過嘛 但他在日本的感受是說 他原本以為長照就是 啊體力活 幫老人換換尿片啊 然後推他們 幫他們搬去這樣 對對對 推他們出去曬曬太陽什麼 他想說這工作應該很簡單 就後來學了又發現 oh shit 超級無敵爆專業 不是什麼怎麼換尿布什麼之類 他們強調是你要讓老人可以自理 譬如說有一個老人 他中風是半邊 然後左邊 那你就要在你整個規劃的 你要幫每個人研究 他們的病情 他們的個性 然後他們的興趣 他們身體狀況 然後你要幫他們規劃 每一個人的介護計畫 所以你是要訓練他 可以用右邊自理 避免他們太快就退化 或者是就猶豫 你覺得這跟那個日本的 不要造成別人麻煩的文化 是不是有點相關 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應該是 這很棒啊 一定是最好的狀況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天哪這做長照 竟然不是只是體力活 是一個首腦 並用工作 他就覺得他被騙了 但是是好的 他就說 其實像 因為日本這些長照的 叫做介護 扶植士吧 就介護士這樣 他說他們的那個 是要經過國家考試 那個考試範圍包括什麼 你要了解國家的長照政策 你要知道法律 你要知道怎麼溝通 對人心理層面的了解 然後你還要知道藥學 跟人體構造 其實有點像護理師 對啊 這蠻複雜的 他就說無敵爆炸專業 這好酷喔 超級無敵爆炸 那可是這樣子 他們應該缺人缺到爆吧 應該是 是蠻缺人的 所以他說 為什麼當初會選長照 因為工作也好早 他覺得工作相對上會比較好早 那除了他之外 應該外國人也蠻多囉 有可能啊 但現在我們才聊到一半 我怕他覺得我很奇怪 好酷喔 是不是該非刺成在跟他聊個天啊 我覺得超級酷的 其實就讓我想到 我們下禮拜2K秀 我們要上的是 社工相關議題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 算是管理階級 他也說 其實他以前念社工系 他是填錯系 因為他搞不清楚 那個叫社工系 你有點破梗了 oh no 這破梗了嘛 沒關係啦 他是說 其實社工的專業 超級無敵多的 對啊 就你不只要了解社會的東西 然後你要了解心理學 然後你要了解溝通 其實超級無敵爆炸男 然後也會懂一些 醫學護理背景 什麼之類的 對 每天在跟他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當社工真的超辛苦 超辛苦 要這樣推薦那一集 對 大家禮拜二拜託去聽 會讓你對社工 整個大respect 對 因為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感覺到他 很溫柔 可是又有堅強的感覺 然後又不怕 把他的立場明白 表述 就算跟現在大家 媒體上看到風向 好像不太一樣 他也沒在怕 對 他雖然講說 我怕被演上 但我覺得他沒有在怕 他就是一直講 他就是溫柔的一直講 對 我真的很喜歡 跟他聊天 對 好 那那個 因為昨天我們 晚上其實是跟3Q錄音嘛 對 然後跟3Q錄音前 凱莉就過來 然後他在那邊說 天啊我感受到第一次胎動 好不舒服哦 真的很不爽 因為我在睡午覺 然後突然被踢醒 其實應該也沒有多大力 因為現在周數也沒有那麼大 可是我就是很不爽 就是嚇到 因為這是你第一次 對 我嚇到 我嚇到 你是 你感覺是怎麼樣 你是手放在上面被踢到 還是你那時候真的在睡覺 我在 我快醒了 我覺得 因為鬧鐘已經開始響 我就是爬不起來 然後你只是在按掉他而已 我在按掉 然後突然就有人 就是從肚子裡踹了我一下 有人 就是 很像異形 我覺得很不舒服 對 而且因為我非常怕異形這部電影 我就是 我什麼鬼片什麼我都可以看 我就是不能看異形 因為從肚子爆出來你就不習慣 我想說 第一次發生胎動很有趣 我就跟他分享 因為他現在人在日本滑雪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立刻找那個肚子破掉 異形爬出來的影片給你看 他真的很瞎 他真的很瞎 我就覺得不舒服 對啊 然後凱莉來錄音室以後就坐在 就坐下來 然後一直說他多不舒服 怎樣怎樣 其實沒什麼人在理他 對沒有人在理我 然後因為昨天那個器材有點問題 我就去那邊 在地上整理 你就在地上爬來爬去 對 我就說地震地震 然後所有人就說 沒有地震你在台洞 我說地震 沒有人理你 沒有人理我 結果結果是真的 真的地震 台灣真的昨天有地震 小地震 但是 因為孕婦講的話 現在Nobody take you seriously 沒有人 沒有人在理我 對啊 而且你現在的request 有點多 大家也不知道要多認真 take your request 不是因為 因為昨天晚上 我們跟3Q錄音 然後我們就聊到餛飩嘛 對 然後凱莉錄到一半就直接說 我想要吃餛飩 對 然後我們就請黑手幫忙 訂餛飩 對 晚上我們錄完已經滿晚9點多了 嗯 然後凱莉就吃一吃就走了 後來我看到黑手在幫凱莉吃他剩下 我想說凱莉人蠻好的 而且凱莉是知名的一口姐嘛 我想說一整碗餛飩 可能就吃兩顆 然後黑手跟我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他說你把肉都吃掉 留下全部都是餛飩皮 他還沒喝餛飩皮湯欸 沒有啦 他不太是孔製品 真的很糟糕欸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覺得一定是那個 黑手你有吃到肉嗎 他沒有吃到肉 黑手說沒吃到肉啊 那其實就是我整碗幾乎吃完了啦 是不是一堆皮 一堆皮 一堆皮 黑手說一堆皮 我不是故意的 那皮一定是剩下來飄在那 我覺得那個餛飩 那個下次不要點那一間 不扎實 我覺得你超糟糕 我不是故意的 拿到餛飩餛皮給人家喝 我說不好意思 我很敢 我要去講Open Michael 可以幫我收而已 好不好 我沒有家幫我吃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好不好 而且因為現在 因為我每天進錄音室 然後我就是會點甜的飲料 加上可能酸的飲料 然後看我那天想要喝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就各喝一口 對 看身體反應 這個好像胃比較舒服 那我就會留著喝這個 然後剩下我就會問說 你們誰願意喝這樣 現在在百靈果工作 有工作傷害 我覺得黑手超閃 你還幫你喝了 混沌皮湯之外 還要喝掉你多點的飲料 他可以拒絕我 他可以拒絕我啊 可能多點那個樂霸 就是他的愛啊 就是因為他很喜歡喝那個 我知道啊 所以我也是嫌給他的啊 哈哈哈哈 就工作傷害啦 但是我說到這個 我最近開始拍Vlog 我們前幾天 前幾天去台中嘛 出差 出差 然後其實很久沒有在台灣辦 屍體活動 就是我們最近有很多新聽眾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在那個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辦過兩三次 對三次那種Light Podcast 免費入場的那種 對那第一次是在內湖那邊的公園就對了啦 第二次在台南的河樂公園 然後河樂廣場 那第三次是在入港的某一個大型停車場 然後我們就叫了電子滑車去 那蠻聽話 其實蠻好玩的 對啊 就是而且可以跟大家互動 然後去不同的地方 了解一下當地的民情 我覺得真的很酷 真的很酷 所以我們是想說是不是 我們在台灣找個地方辦一場 然後我們就想說那就選在中台灣 對就 而且台中其實是我們的發跡地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是在全國廣播 對啊 陽起來的嘛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覺得好像應該要去台中 我其實蠻好奇的 就是辦在台中 我們那時候去看的是文心公園 嗯 然後我跟凱莉當下的感覺就是 太大了 那可是我把VLOGPO出來以後 就一堆人說 可以啦你們怕屁喔 之類的 這些人都不用負責啊 對因為大家都出一張嘴 可是我蠻好奇 大家覺得我們塞得滿的話請私訊 文心公園 那個 那個差不多塞六千人 可是你要如果有草地 因為它很大很寬 對啊 所以你要看起來熱鬧 我覺得至少要八九千到一萬 這太多了啦 不用啦 我們不用到草地啦 我們就是只要做裡面 這樣才熱鬧啊 你真的是 你想要當Lady Gaga 我不是要當Lady Gaga 那邊是Lady Gaga 塞滿過 我覺得 做實體活動就是要爽 對不對 就是要看起來熱鬧 然後大家開心 心裡的那個 對不然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對不對 那還要找贊助什麼 我們如果不收門票 然後又要準備 很累 我現在很容易累 哈哈 沒有 你那時候生完了 哦 哈哈哈 那是你產後第一次付出吧 產後也會很累 好不好 我現在 我現在整個人是 毫無鬥志的狀態 因為我 沒有鬥志 對凱莉最近真的是 沒有鬥志到我 我沒有鬥志 就是以前他 我說什麼 他就說好 Let's go 衝這樣 他現在就是 他是那邊一直在 hold me back的人 我覺得我整個人 我就說好不要啦 萬一塞不滿好累哦 對就是 我覺得有點難過 你不懂 我現在每天煩惱 就是我今天可以吃酸的 還是辣的 你的腦袋被這些東西塞滿了 我現在每天都在煩惱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再塞別的東西了 我沒有辦法再想其他事情 好不好 這很煩惱欸 我真的要被你笑死 這真的很煩惱欸 現在如果有什麼技術可以 我付一筆錢 然後別人幫我把後面 媽的四五個月回來玩 我一定會立刻 哦拜託拜託拜託 你認真 一定可以 你願意付多少錢 我超好奇的 你說幫我 幫我把剩下 一百萬 可以 真的哦 可以我把我 可以 好煩哦 你就有體驗過就好了 對我覺得這樣夠 那生的過程 你可以不用體驗 沒關係 你拿出來感覺差不多 差不多 夠 我被踢過一次 我覺得可以換人了 哈哈 What 太煩了 我只想要吃飯 你的不舒服程度 真的是算相對高 算算蠻高 可是很多人跟我講說 其實你就是因為 以前過太爽 所以你現在對不舒服的 忍受度太低了 對太低 欸我完全同意欸 幹 什麼東西 你就是一個爽妹啊 我哪有什麼爽妹 你就是一個爽妹啊 他一點點不舒服 哦 不行 我真的不行 真的很煩欸 很煩 我想要大吃都不行欸 說到大吃 那個 我們下禮拜三 就要去美國LA了嘛 我們要去那邊 看秀 還有跟朋友們錄音 對 然後 我們那次去會遇到超多朋友的 而且很多是台灣這邊過去的 反正如果有遇到 大家就會 在我拍的vlog上面看到 那我的話 想要請美國那邊的聽眾 也私訊我一下 我們會住在 比佛麗山莊附近 就LA附近啦 就West Hollywood的附近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覺得好吃必吃的東西的話 拜託丟給我 好不好 就是 in and now 跟Mexican food 都要先吃 對 很多人 就是說 去那邊一定要吃Mexican food 我其實蠻期待 因為我到現在沒有吃過 真的嗎 真的authentic 因為我以前在加拿大 那時候沒什麼吃嘛 加拿大里墨西哥偏遠 說得也是 他們 他們border 然後美國就停了 不會再繼續往上爬 對 比較辛苦 對對對 所以加拿大比較少 然後回台灣吃的就是 你也知道 就是台式的可能比較多一點點 嗯 對啊 所以我其實這次非常期待 去LA吃到墨西哥食物的 那 我先開始補充一下新聞齁 就是一樣繼續補充海地 因為海地真的非常的狂 你知道他們上禮拜的那個 中央銀行 被搶劫嗎 蛤 你沒看到這個齁 我沒有看到欸 他們沒有成功 就是黑幫就是持槍進去 可是被警察打跑了 可是很猛吧 中央銀行 是 央銀行 Like Central Bank 海地 Central Bank 被人家衝進去 可是沒有搶成功 我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 我在看蝙蝠俠電影 對 對對對 就是Joker會發生的事情 很扯吧 他們根本就高台人士 然後再來是 他們的國家電力公司 他們就是供營的嘛 然後他們說 他們的發電站也被襲擊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 他們的太子港的大都會地區 有很多地方都斷電 有四個變電站 被完全摧毀 而且無法運作 這聽起來超扯的欸 對 What the hell 對 我們聽眾有一個人 現在還在海地 他說 他會想辦法回來 然後跟我們錄音 對 我非常期待跟他的錄音 對 好酷 他還給我們看很多照片 說他在海地工作這樣 天啊 我真的覺得 我好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我好期待他 然後再來就是 美國啊 加拿大啊 德國 還有歐盟很多國家 他們其實都開始 從那個太子港 就是海地的首都 撤離了他們在那邊的 使館的工作人員 因為那邊的安全 其實越來越 不穩定啦 嗯 那 美國國務院 他們說也會開始計畫 把包機 把那邊的美國民眾給救出來 我知道台灣在那邊 那是台灣少數邦交國 那我也希望說台灣在那邊 使館的工作人員也好 那在那邊台商也好 大家都是安全的 那如果我們還沒有動作的話 我也希望說 我們國家外館那邊 有一些動作 把大家安全的帶出來 不然真的 我看了那些新聞 我光是看到 央行被襲擊 我整個其實就是 What the hell 我到底在看什麼 好 希望大家都安全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Ermes is being sued over allegations that you will only sell its coveted Birkin bag to customers with a sufficient purchase history Ermes violated Antitrust law by illegally tying the purchase of Birkin bags to the purchase of luxury brand's other items according to a proposed class action complaint filed in San Francisco 愛馬仕被指控 只將薄金包賣給 有很多購物歷史的客戶 那目前是被告上法庭 根據在救援山的 集體訴訟案 這個愛馬仕違反了 反壟斷法 然後將購買薄金包 與一樣要購買 該奢侈品牌的其他物品 強制綁定在一起 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現在還在訴訟當中 那我想如果大家不知道 愛馬仕的購物流程的話 我之前看一個YouTube頻道 好像就是蔡阿嘎他們的 真的嗎 是蔡阿嘎 不是蔡阿嘎本人 可是好像他們的一個 是經紀人之類的影片 然後他有很多愛馬仕 然後他那邊就有講說 其實如果愛馬仕 其實很有名的一個包 叫做薄金包 就是這次新聞的主角 那如果你要買薄金包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店 是不會直接放在架上 然後讓你買的 你要配貨 對他們有一個詞 叫做配貨 就是你要買到他之前 你要在那個店裡 你會買很多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 可能你要買他咖啡杯 買絲巾 買其他小包 去衣服什麼買一買 之後你買到一定的Quota 那Sales才會說 好那我帶你去買你的薄金包之類的 所以沒有那麼好買 真的沒有那麼好買 那這個行為在美國 我現在就是被人家提出訴訟 說你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OK 我覺得超有趣 那因為其實大部分 在這種精品業工作的話 很多的那個業務 或裡面的Sales 他們都是有抽成的嘛 他們就是有獎金的 那愛馬仕當然也是有 可是它的薄金包 是唯一不能抽成的商品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習慣 沒有這個新聞上面有寫 OK 他們說就是在那邊 你買跟業務買絲巾 買什麼皮帶鞋子什麼的 他們其實理論上都是可以抽成 可是薄金包就不行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演變成 而且加上薄金包很紅嘛 所以就演變成有配貨這個行為 讓Sales可以賺到錢這樣 OK 那公司也是就是 變相認可這個行為 OK 那其實你知道 愛馬仕的薄金包 它是 它由來是什麼嗎 什麼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法國的女演員 叫做Jane Burkin 那它是非常有名的演員 那它有一次 在1984年的時候 在搭飛機的時候 不小心把自己的那個 它那時候是一個竹籃包 裡面東西弄出來 然後波及到它旁邊的乘客 然後它旁邊的乘客 剛好就是愛馬仕 當時的總裁 OK 然後它那時候就跟那個 它旁邊的乘客聊天 就是啊 我這個包真的有夠難用的 然後現在都沒有一個好的包 適合放它所有東西 甚至是一些嬰兒用品 寶寶用品 因為它那時候好像有小孩 OK 然後所以它就跟那個 當時愛馬仕 第五代掌門人 第五代總裁 Jean-Louis Dumas 沒有Sean 應該是Sean吧 對我不會發文 跟大家道歉 然後反正就跟他講說 他想要找一個有提把 然後裡面的容量 又大的手提包 就是都沒有找不到 然後他就把飛機上面的 嘔吐袋拿出來 就上面用手畫一下說 我希望有個包長這個樣子 OK 那就可以旁邊的Dumas 那過了一年以後 Dumas他們就跟自己的設計團隊啊 討論啊 你說這個總裁嗎 總裁 然後就是 後來他就聯絡了 那個院員 Jane Birkin 跟他說 欸 你想要的包我們做出來 你看一下 然後這就是 後來有名的柏金包 那柏金包 其實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 愛馬仕本來就是 luxury brand 就是奢侈品 可是一開始這個包 並不是那麼 受歡迎 也不是那麼多人去買 沒有像現在知名度那麼高 是後來的那個一個美劇 叫Sex in the City 欲望城市裡面 他們就是很多人在討論啊 尤其Samantha 那時候還要用 說我認識Lucy Lou之類的 就用那個她認識誰 這樣去插隊 不然他原本那個Sales 跟那個Samantha 就劇裡面的人說 你要排五年 對那個就變成大家所 樂為人知 那大家都會想要去排隊 去買這個柏金包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紅 那 所以 這個 這個Loss 我個人覺得很很有趣說 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配貨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有點小急巴 可是我覺得說 反正你就是有錢 你為什麼 應該說 因為市場就是有這個需求 就是他們就是故意要讓大家 不是大家都買得到 對啊 因為它的產量本來就有限嘛 對 所以其實在美國的網路上 也是大部分的蝦民啊 就是 不同情提告人 哈哈哈哈 完全不同 因為到不人都買不起 小哥 就是說這是有錢人的煩惱 因為他那個原告他們 他說有兩個人一起聯合 提出這個訴訟嘛 然後其中一個說 我花了好幾萬塊 買了我不想要的東西 才能買到柏金包 聽起來好不值得同情 好幾萬美金哦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去了愛馬斯很多次 都說我要買那柏金包 可是那個Sales都拒絕賣給他 OK 說你要買其他東西 可是他就說我不想要買垃圾 之類的 真的是買多垃圾 所以我覺得這個訴訟 我個人覺得是很有趣說 這個東西居然可以被拿到 這個層級 因為在美國的話 這種就是強制綁定購買 某些商品的這個行為 其實是違反壟斷法的 所以是真的有 是真的有 是真的有 所以他們才會 真的找到律師 願意幫他們提出這個訴訟 所以我不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美國今年目前看起來好像 就是精品業的股價 都相對表現的沒有那麼好 因為大環境的影響 大家就是對未來的趨勢 好像不是很確定 所以就有點iffy 那如果再加上愛馬斯 如果假設真的被告成的話 我覺得會超有趣欸 對啊 好期待 你期待你期待這個被告成 當然啊 因為I don't care 什麼柏金包啊 I wanna see you burn 都不要買 對 我也覺得 有時候都不要買啊 對啊 我覺得愛馬斯搞不好 最後不爽 差不多不出了 對啊 就是好啊 那我以後再也不賣柏金包 我覺得 這也會蠻屌的 我就看愛馬斯要怎麼回應 OK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酷 那講到那個大品牌被告 那今天有一個新聞 是蘋果被美國的法務部直接告 為什麼也是反托拉司法 就是 反壟斷 對 反壟斷 因為他們說 因為美國的那個司法部 跟美國的十幾個州 就 就 指控 Apple 蘋果說 他們那個 非法壟斷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呵呵 我覺得這 我覺得這蠻酷的 因為司法部說 Apple手機一支 要價高達 1599美金 反正就超貴 真的超貴 然後 獲利遠高於同行 然後再加上蘋果 又像軟體開發商啊 信用卡公司 還有其他所有的商業夥伴 收取高額費用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Apple Store 還有一個30% 30%的Premium 就是 你要上架 從那邊購物的話 他們不管怎麼樣 就是 抽30%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覺得說 蘋果獲取太多的利益 這樣違反了托拉司法 可是也有其他智慧型手機啊 對 可是他們並沒有像蘋果 把整個Ecosystem 給綁定 給熔斷起 OK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酷 而且 其實這是 這禮拜嘛 那上禮拜其實蘋果也因為 iCloud 被告 喔 為什麼 因為蘋果其實本來就有提供 免費5G的 那個iCloud的空間嘛 然後就被告說 很多用戶說 這根本不夠用 然後 如果大家想要用別的服務 來做備份的話 其實蘋果是沒有開放的 你都要 一個一個選檔案 一個一個去上傳 喔 所以就等於是 你沒有開放一個 比較公平的競爭環境 競爭環境 讓大家可以使用別的選擇 來備份 雲端備份手機 所以讓蘋果的使用者 被非法的強制 只能使用iCloud 所以他們就告這件事情 我每次最喜歡看這種訴訟 對 因為就是 尤其是告大公司的時候 都覺得 而且得意的 對 得意的就會是消費者 對啊 因為他們說 其實iCloud 是蘋果最賺錢的產品之一 然後利潤遠高於其他產品 然後 而且它現在 並沒有任何競爭者 Right 其實我是有用iCloud 你有用iCloud嗎 有啊 對啊 因為到最後 因為這樣就可以無痛轉 對 對啊 就是怕手機真的掉 或者是出事 我之前就發生過這種事情 對 而且照片現在是我們的 衛生工具 對 照片 然後我現在拍很多短影片 如果真的掉東西 對我來說非常非常的麻煩 第一 它真的價格偏高 第二 我真的不知道說 它的那個雲端的東西 備份上去以後 我要share給人家 連結要怎麼弄 不像Google嘛 我就進去 Google是真的很方便 找連結就很好用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 被告的話 我也是蠻爽的 因為 我有點用的 用的就 對 因為我覺得我是被綁架 才只能用它 因為那時候我看了很多備份的其他方案嘛 要嘛就有一些是那種 一個充電孔 然後裡面放SD卡 可是那種備份我就覺得 好像跟我想像中的方便度還是有差 如果可以雲端 對不對 對 就覺得 好 非常期待 不過講到那個 被告 對 就是反壟斷被告這件事情 美國上禮拜 大家都在討論另外一個有告成功的 而且是告一個超級無敵爆炸大的一個組織 是那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這個我之前好像又有看過 可是我沒有看細節 National Realtors Association 它也叫NRA 更強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對對對 也叫NRA 它撿寫也叫NRA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協會 它是1908年就成立了 然後那個全美國有大概150萬左右的房仲 都在這個協會裡面 所以就是幾乎大家都要參與 那他說這個協會其實 超級超級爆炸有錢 它不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它的assets有10億美金 然後他 他其實也是花非常 他們也花非常多的錢 在遊說政府 所以他說在2022年的時候 他們就光他們的 你知道就是政府的那個政治獻金 就給了八千萬美金 80 million 所以是八千萬美金 所以就數一數二大 非常非常大 那他們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呢 他們幾乎是控制了所有 美國整個房仲市場 房地產市場的各個listing平台 幾乎全部哦 所有的這個新聞都這樣剪 almost everyone 就是全部都被他們控制 然後還控制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這一百多萬個 這個房仲 你當然可以不用加入他們 可是你不加入他們 你真的很難買賣房子 而且很多資料什麼要調動 或者是甚至 對 因為你就是沒有辦法登入 你就一定要登入 他們的那個系統 你才能去看說 我現在哪些房子可以賣 我可以看 對對對 價格啊 歷史價格什麼的 對對對 全部都在上面 那當然也有很多平台 就是他們也會想要出來競爭 可是就會被這個協會告 因為這個協會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大部分那些其他平台就會死掉 然後再來是 就是你知道房仲 大家都會用那個鑰匙 就是你要 譬如說你也可以共用的什麼 有點像那個上鎖的格子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可以共用那個鑰匙 然後你就可以帶來看房子 就不同的房仲 他們可能在那個要賣的房子 他們前面可能會放一個 小box 有鎖的小盒子 對對對 不同的房仲去 他們就輸入密碼 就可以打開 然後拿出鑰匙 然後帶客人進去看 沒錯沒錯 所以他說美國 就是這個鑰匙這個系統呢 美國大概有兩大大的公司 其中一個就是Ombi這個協會 那當然你可以 用別的 用別的 可是他說因為很多那個協會 他會 因為美國很大嘛 所以他們不同的市場 可能譬如說這個州 或這個城市是有一些分會 所以就Ombi這個分會 他就會說 你就是一定要用這個才安全 所以你連那個鑰匙系統 都要用他們的 然後你的平台也一定要看他們 你才叫到所有的database 所以你如果不用他們東西 你不加入他們 幾乎就是很難很難做交易 然後這個這麼有權力 又這麼有錢的一個協會呢 以前美國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大家都不知道 直到去年 紐約時報的記者 就是發現 這裡面 這個協會的負責人 就是有長期 就是sexual harass 他的員工 的歷史 然後就有很多人跳出來 要檢舉或告他 然後可是就是會被付錢 然後大家就不敢講話 然後都禁聲 所以直到去年 爆出來這個很大的新聞以後呢 這個負責人才下台 然後大家才開始關注到說 這個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組織 這麼大 這麼大的一個權利 那他就講說他這個 這一次被告成 其實是非常非常神奇 因為其實當然有很多人 有發現這組織 他們就覺得 這感覺就是反壟斷法 這一次那個 反壟斷法的告成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大家在買賣房子的時候 有一點硬性規定 你一定要付6%的 commission 要付6%的commission 但其實你不應該規定啊 這應該是自由市場交易嘛 可是呢 這一次就有一群人 大概五個人吧 他們都是藍領階級的homeowners 就只是藍領階級 就是小咖 好他們要賣房子 他們就覺得說好奇怪喔 為什麼我被規定 一定要付到6%以上的commission 尤其現在房價越來越高 現在房價越來越高嘛 所以他們就提出證據 他們就說 欸你看 我這個房仲給我簽的合約上面寫說 你願意付多少的 那個中介費 他就給你選 你要付8% 7%還是6% 所以就沒得選 那當然是選6% 對一定選6% 可是這樣不合理啊 所以他們就找了一個菜鳥律師 因為他們一定沒有那麼有錢 他們找了五個人 找了一個菜鳥律師 然後那個律師真的很菜 他從來沒有處理過 任何房 房務市場的任何案件 然後就告贏了 哇 超神奇欸 超級超級神奇 所以現在告贏了的意思是再也不用付6%嗎 還是什麼 告贏的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不能再 你這個協會不能再用各種方法 好像規定大家說 你一定要至少付到6% 雖然協會都出來說 沒有沒有 大家都是自由市場 可是合約你就是給人家沒有選擇 所以消費者就出來證明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原來這是 我不需要付到6% 然後再來是 這樣就代表說 其他的這個平台 你也可以出來做公平的競爭 你要嘛就跳過仲介 你可以自己做買賣 那要嘛呢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仲介提出說 欸我覺得我只想付1%或2% 類似這樣 那因為是這個才剛發生 所以接下來到底會怎麼樣不知道 可是因為這五個人告贏之後呢 全部的人都跳出來告 哦 全部的人都跳出來告 而且這是class law suit class action 對 class action 集體訴訟 所以目前這第一個集體訴訟 協會已經同意要付 4億 哇 那五個人可以拿到4億哦 應該是大家 大家都有可以分到根 所以我目前聽到新聞是說 因為才剛發生嘛 但基本上 如果你過去三四年來 有買賣房屋的話 你都可以提出你的損失 你當然沒有辦法把什麼 什麼6%都拿回來 不可能啦 但是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稍微分到 分到一點錢 這好酷哦 這個超級無敵報酷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錢 到底後面到底有沒有人去拿 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多 你說那個仲介費嗎 不是不是 就這種就是說 啊 法院指定的補償金或賠償金嘛 然後很多都是說 像因為之前很多人什麼告蘋果啊 告那些嘛 他們都要拿出賠償金 到底有沒有人去成功拿到 應該是 我超好奇這個流程怎麼拿 一定是有 他說其實照理說 你會收到一些資訊 就說 欸 因為現在有這個class lawsuit 所以你也是可能的受益者 所以你可能可以提出一些證據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一點賠償金 好酷哦 類似這樣 我有看了一下台灣的狀況 台灣是上限是6% 台灣是上限是6% 對你不能超過6% 而且大部分都是買賣雙方約出來 然後當場溢價 然後房仲如果有時候 為了要能夠成交 他會退 他會說 啊那沒關係 那我佣金退給你 那我可能拿1%或2% 就是都是在合約上 之前至少我認識的人 他是在大的房仲公司工作 他說合約上就是清清楚楚 好買方幾% 然後賣方幾% 然後達成協議 而不是像美國這樣 強制6%起跳 他說他沒有強制 但是消費者都不知道 然後再來是 我剛剛不是說 他們擁有 幾乎全美國的所有的房產的 那個database的平台嗎 然後這個平台上面 房仲 賣方房仲跟買方房仲 都可以在後台直接看到 我這邊會提出幾% 我這邊出幾% 所以如果你幫我帶看的話 我會分離幾% 所以都是一個不公開 不透明的資訊 然後消費者都不知道 那我剛看了一下 其實美國那邊有一些學者出來討論 他會看到這個判決 他們說其實不一定對買家是好事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現在美國的房 也是有那種住房危機 在大城市 至少在大城市 就是房價越來越高 大家買不到房子嘛 然後現在基本上是賣家的市場 嗯 對 所以如果這個6%被拿掉 然後大家都搶著要買 就是supply低於demand 就是供需不平衡的時候 會不會接下來就買家 就是買家要搶嘛 那他們大家就只好付越來越多錢 搞不好到最後 需要付超過6%的錢 因為為了要搶到那房子 對 但我看每個專家的 的意見是不一樣 的意見都不一樣 可是再怎麼說 你這個6%不是一個 被規定一定要付的數字以後 你可能就可以 譬如說一個fix rate 就給你的 你跟你的房仲講好就好啦 那謝謝你的服務 那我就是給你假設 我只想 我想要給 5千塊 假設是類似這樣 如果可以有fix rate 我會覺得很酷 因為我一直覺得 用%數在給這些 有點小不合理 我就有點小不合理 因為房價落差這麼大 沒錯沒錯 我現在房價落差這麼大 以前可能20年前 跟現在房價差那麼多 那這%數我覺得 就為什麼我買1000萬的房子 跟買1億的房子 我都用%數 對 1億的房子 做的事情跟 1000萬的 可能有差 可是有 有差這麼多嗎 差到那麼多 差到10倍 要給你多10倍的錢嗎 我內心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當然現在不知道房價 雖然很多人都說 啊 美國房價有望可以鬆動 但是不知道實際上狀況什麼 因為 有一個約定成熟的規定 突然被打破了 可是 不管怎麼樣 至少你 沒有被規定 房仲只能在 這個協會底下的listing 上面做事 這好有趣喔 對啊 你就可以比較開放一點 嗯 對 今天呢 我到錄音室來發現 Ken竟然不知道大谷翔平 跟他的 翻譯水源一瓶的故事 我只知道大谷翔平結婚 這件事情 對 大谷翔平結婚 然後就找了一個很高的 籃球國手正妹嘛 哦 是喔 對啊 應該是吧 沒錯啊 因為一開始 我只有看到最一開始 然後很多人說不知道是誰 然後一堆人在下面留言 是不是跟翻譯 我說不是 他翻譯是男的 呀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 在很多的棒球迷心中 就是一個佳話 就是一個CP感 就是大家覺得 哇他們感情好好 對不對 當初可能一三年的時候 這個 這個他們就認識了 然後後來大谷轉戰 就是被盜騎隊遷走以後 然後翻譯也一起過去 有點像是 就好朋友 好朋友 然後一起過去 所以除了翻譯之外 他等於是 大谷貼身翻譯嘛 然後還 身兼什麼司機啊 秘書啊 保鏢啊 公關啊 對對對 什麼都幫他做 然後可能會想辦法 保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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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練什麼嗎 我有看到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 我當然沒有每一場 大谷小平都有追 但我看很多大家討論 我記得在天使隊啦 你也知道美國 有時候在球場上面 大家會打架嘛 那你打架的話 球員不是都要上去 對 因為大家要有團隊精神嘛 然後這一堆人會上去 然後 就有人說 這個水源一瓶 就是大谷這個翻譯 為了怕大谷受傷 然後就衝上去要 要保護他 類似這樣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 所以很多球 很多的球迷也非常喜歡水源 可以拍一些BLG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很像是這樣 然後還說會陪他 什麼練船接球啊 幫他什麼蹲補 然後讓他打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還陪練 然後可能 還會陪他分析戰術 陪他可能跟隊員聊天 什麼之類 他也太多工了吧 我不知道大家到底 有沒有腦補得很誇張 可是 就是一個佳話 嗯 你懂嗎 是不是去哪大谷都會帶著他嘛 然後感覺就是比老婆 還要親的一個角色這樣 那可是這一波 我想應該很多人已經知道 那這一波就是因為 呃 美國他們在查那個 非法遷堵的事情 那大家也知道 你在美國 你自己是球隊的人 不管是球員 還是相關人士 然後你 參與相關這個運動的遷堵的話 是很嚴重的事情 哦 對啊 哦 對 因為可能會有打假球 或者什麼之類的嘛 對 所以現在FBI 潛一陣子就在查說 有一個非法遷堵的組頭 然後就在裡面發現 好像跟大谷 或者是大谷的翻譯 有一些金流 真的假的 對 所以鬧得很大 然後結果 這個一開始 現在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知道新聞 每天都還在出來 但基本上呢 這個被抓到以後 稅源 這個翻譯 他就出來說 啊沒有 因為他欠太多錢了 所以他就跟大谷 confess說 他還不了之類的 那大谷就很不高興 就覺得你怎麼可以牽扯這種東西 但是又說你答應我 不能再犯 那我就幫你還 所以就可能用他的戶頭之類的 有一些幫他還錢的事情 但後來隔天 這個水源又出來說 沒有沒有 大谷完全不知情 所以 我不知道 你就覺得天啊 真的是BLG耶 就當然 水源一定是有問題 但水源怎麼會 他到底是怎麼樣欠下幾百萬 那應該不難吧 你就是開始賭博 然後上癮不就是會欠下 所以他就是在線上賭博 這樣子賭的嗎 還是他去賭博 去拉斯維加斯這樣 不是 因為現在這個美國他們 原來以前大家在賭博 大部分都要飛去拉斯維加斯 然後你再怎麼賭 你人都要去嘛 就好像一 我記得是18年的時候 美國最高法院就判決說 這個過去的這些禁毒法令 太嚴格了 好危險 所以 美國好容易危險 對 我們線法有點太寬了 所以後來就開始各州 所以 當然很多這種運彩的東西 運動界的人一開始 都是說不行啊 不可以讓我們的運動 沾染上賭博的行為 但是你也知道 這後面的錢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到後來現在 已經有40週 好開放 就是你可以線上潛毒 然後再加上 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很無聊 所以很多這些app都出來嘛 都是線上賭博app 對啊 超多 英國也超多 然後狂打廣告 那很多人就因為在家裡很無聊 就慢慢的上癮 所以我看那個 美國的那種 就是賭博問題委員會 他就說 美國大概有200多萬的人 都已經達到 嚴重成癮的標準 然後大概500到800萬 是中度或輕度的 賭博成癮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感覺大家就很傷心 就是感覺大谷跟水源就可能鬧翻了 可是你當然也不知道 雖然我知道水源一定是有問題 但是他又改口說大谷完全不知情嘛 那大谷律師又說大谷沒有匯權 大谷完全被蒙在鼓裡 所以現在實際上 還在調查就對了 嗯不知道 或是他們就是要cover或是吃下痰好了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對大谷很傷欸 對 對他傾向之前這麼好 對 但現在我看起來 看起來大家都是覺得是水源的問題 都是水源的問題 因為千賭的照理說也是他嘛 對啊 對不對 那假設大谷是真的為了要幫他最好的朋友 然後有一些金流不夠乾淨 那那也是 那怎麼辦 那也是大谷對他的愛啊 不曉得我自己腦補 哈哈哈 你也是喜歡這個CP就對了 我沒有我沒有喜歡 我只是覺得細節 當然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 但我就覺得天啊 蛤 對 所以其實大家是都很傷心啦 因為以前說這個水源 大家喜歡到他的程度 好像還有球隊幫他出球員卡 什麼之類的 哇 就是大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他 啊 對 不過我看了那個 我前一陣子聽了一些 那個podcast 就有講到美國那個成癮問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像煙酒廣告啊 雖然也是很多人有成癮 但是畢竟發展比較久 所以其實是有很嚴格的 廣告規範 可是賭博基本上就是 沒有 沒什麼在管 好 當然這一兩年 我看有越來越多州 有規定一些啊 什麼學校裡面不能怎麼樣 有什麼廣告 可是一定還是非常非常的自由 那自由到什麼程度 他訪問了一個 曾經非常嚴重 然後有重度成癮的一個女性 一個媽媽 那他說一開始真的就只是covid的時候 然後覺得很無聊 然後就想說要下載一個app 然後就想要賭 那他們都會怎麼發你廣告 他們就跟你說 你只要今天登入 我就給你多少錢的credit 對對對 因為我都有看過這些廣告 就是至少五百塊這樣子 美金 什麼一百三百五百 百五百美金 對對對 所以他送錢給你讓你賭博 可是你怎麼可能 賭完了 輸了五百 你就不賭了呢 對 所以他就因為一直發送你這個廣告 然後讓你沒有辦法斷掉 哇 那這一個成癮的這個媽媽呢 他說他真的很想要斷掉 因為他就會越賠越多 越賠越多 然後就會take out loans 然後再賠更多更多 oh my god 然後他 而且我覺得線上真的是 線上真的非常困難 然後再加上他後來賭到變成VIP 那VIP他會給你什麼樣的服務 他會配你一個host 就是你隨時都可以聯絡到的一個真人 所以你只要跟那個host講說 我想要賭什麼東西 對啊 我真的賠好多錢 你可可以幫幫忙 然後host可能就說 啊那我再給你五百 給你一千 再給一些credit credit 然後就說欸good luck 哇 這根本是地下錢莊啊 這根本就是 沒有辦法 就人家已經需要幫忙 已經有成癮問題了 然後你還說我還一直給你毒品這樣 就免費的錢欸 哇這 也不是免費啊 哎呀 但聽起來像是啊 聽起來像是啊 好 對啊 good luck 聽起來像是啊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這也太困難了吧 因為美國 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的這種 不只美國啦 英國也是啊 他們的那賭博廣告 知泛濫 到處都可以看到 就是你看任何的球賽也好 你看那個全賽也好 都是 什麼都可以賭啊 對 然後很多youtuber 他們都有這種賭博的 的廣告 像最近有一個很大的 美國youtuber Jake Paul 就是 Logan Paul的弟弟 他就是 最近這幾年 他都是在跟有名的人打全賽 所以賺了非常多錢 那他 也有一個youtube shorts 然後就是在幫賭博平台 嗯 做廣告 然後什麼 警語都不用講欸 就是說 喔那個 我用什麼東西來下注 然後大家 之類的 就很簡單的 而且他的受眾全部都是 就是25歲以下吧 我自己覺得 所以基本上就是吸引年輕人去賭博 你有曾經 線上嗎 線上賭到 你覺得有點想上癮過嗎 我有 我沒有用線上爭錢玩過 就線上玩那種德州撲克 都是假的點數 喔 我懂 就是朋友跟朋友 所以就還好 因為我知道我會上癮 你知道你會上癮 我知道我會上癮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輸嘛 我不想輸嘛 好勝心 對啊 而且如果玩德州撲克的話 你知道你是輸給一個假設是真人 然後我都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那麼弱 我怎麼會被他撲懶 然後繼續下去嘛 所以我知道我可能不行 那時候我們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有跟你老公 還有跟那個 我老公很愛參與這類的活動 對 就是跟那個神父 我們有去新加坡的賭場玩嘛 那我們就有玩花旗骰嘛 然後第一天我們都小贏嘛 可是第二天 我們好像沒有講第二天的事情 第二天有去 可是我一下下就輸完 OK 因為一開始小贏 因為你就會沉浸在昨天我贏的心情 所以一開始我在玩的時候 我就比較reckless 我就說 哦好 我都下 那個我真的就是一次下四個五個數字 然後一次甩個七或什麼的 就會把錢都拿走了嘛 然後我真的就是一下下就玩完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天啊 這麼快 我內心的時候就有說 才多少錢而已 我在家買就好了嘛 那可是我們一開始就跟神父說 如果我們有任何人想要加買 你要用力的拉住我們 哦 天啊 神父是所有的人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說 我這邊的籌碼用完的話 就不能再玩了 對 不能再玩 你一定要拉住我們 所以神父那時候一直拉住 他就拉住我說 Ken 不行哦 不行哦 神父好重要哦 對 那我們 你老公那時候其實是大賺 你老公那時候就翻倍 哦 所以我內心就覺得 他怎麼也沒有告訴我 可是他翻 因為我們沒有玩很大嘛 好吧 那翻倍以後我內心就覺得說 啊沒關係 我們又打平了 我內心是這樣講說 我們打平OK了 然後他一翻倍 我們就 Let's go Let's go 我們不要再玩了 好 那我們下禮拜 Fail Lay有要去Vegas嗎 有點想欸 有點想 想要把新加坡 除掉的 我們把我們 我們把我們那個 錄影推掉一些好了 我們的利用錢 全部都交給神父處理好了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他 他很理性對不對 他第一很理性 然後他說他對這種東西 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他看著我們在那邊玩 然後錢這樣子瞬間消失 他覺得好恐怖 因為你也是 喜歡玩這類的遊戲嗎 我以前 應該說我覺得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 就有接觸 然後有痛過 喔 你有痛過 小時候的痛其實很 其實是小錢 可是那時候覺得 Oh my God 就幾百塊美金 對對 其實就幾百塊美金 對 可是我後來就再也不玩了 可是對年輕人來說 那蠻多了 對 那就是我可能 一整個禮拜的tips 對啊 對 我就是那個美國劇裡面那個 Waytrance 然後把tips都堵掉 Oh my God 你就是那種人 喔 對 因為就是週末會跟朋友開去 可是我大概輸過 幾次 啊 沒有其實 我輸過 沒有應該是認識我老公 我好像有講過這次對不對 我好像沒有在節目上講 喔是嗎 就是 你覺得可以講嗎 應該可以吧 就是在Vegas 都在Vegas 有損你的形象嗎 不不不不 以前我就是真的很愛玩 這樣 然後就是幾百塊 再怎麼說反正就覺得 啊那是我打勾 我賺的錢 反正計算的 又不是信用卡 可能會聽到 又沒有take out loans 對對對 就是我的tips 你就會覺得沒有差 可是你會覺得很痛 就覺得他怎麼 我的血汗錢 都贏不了 然後後來我就認識我老公 然後他就來Vegas 然後他也是蠻愛玩的 可是他是非常有原則的那種玩 對他很理性 他是 我今天budget設在多少 對對對 沒了我就沒 他絕對不會再玩 因為他以前也痛過 哈哈 我等一下私下跟你講 哈哈 我知道我知道 是有被騙的那種痛 對對對 有被騙的那種 在日本也有跟我講 對對對 有被騙 所以他非常理性 然後我就看他的玩法 就覺得他 因為他是有興趣 所以他會做研究 他會算賠率 他會算期望值 對對對 然後 我看他贏過非常多錢 在桌上 嗯 然後我就 原來 要玩 就是要有一點規劃的玩 而不是 像你這樣 無腦 無腦的亂壓 所以 自從我看他那樣子以後 我就再也不玩了 我連麻將都不打 我其實以前很喜歡玩德州撲克 嗯 因為我是喜歡跟大家在那邊 我懂 講屁話 而且我都只跟朋友 因為我有 去過幾次那種 跟不認識的人玩的 我其實會壓力很大 啊 因為不想輸又覺得 不想輸 然後 又想說 啊 我是不是要再 在buy in一次都輸光的時候 所以我 幾次之後 我就覺得 啊 我還是比較喜歡 跟朋友一起玩德州撲克 我喜歡那種 hangout的感覺 OK OK 他幫我戒掉 我所有的 好酷喔 讀博的習慣 所有 讀博的習慣 真的是所有欸 我 我 因為連麻將都不打 我連麻將都不打 我整個娛樂 的某一塊被抽空 可能就後來就用酒填補了 沒有 沒有啦 好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去Vegas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真的要去了嗎 好 那走 那我們規劃 我們不是 我們所有的錄音 都排在前面幾天而已 不是嗎 對 那我們就是跟航空公司說 像我們 延後一天回來 沒有啦 剛剛 不行不行 Ivy會瘋掉 對 沒錯 那這邊的話 Ivy聽到想說 幹 你不是送你去工作嗎 對 我們 我們去拍Vlog 對 everything's content 那我這邊做一下 news update 上禮拜我做超多news update 然後大家蠻喜歡的 那我就繼續再多做一些 第一個是烏克蘭的update 就是我們比較 有陣子沒有聊到烏克蘭的新聞 那就是現在也雖然是 還是冬天嘛 然後俄國的winter offense 這一次其實看起來算是蠻 兇猛的 他們就是好像軍隊裡面有重新做一些reorganization 然後戰術上都明顯的進步 像他們好像被發現說 他們其實有偷偷挖地道 挖到那個烏克蘭軍方 他們在防守的城市的陣下面 然後在那邊放炸彈直接引爆 oh shit 所以就是跟他們前兩年的打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造成了烏克蘭的損失有變多 所以大家說oh shit 到底俄國發生什麼事 他們怎麼變那麼強 然後而且這幾個月來 國際的油價也上漲 國際油價上漲 然後也導致俄國的國內經濟變好 也讓就是他們的軍隊的士氣也變好 所以就是俄國各方面看起來都蠻棒的 再加上烏克蘭它本身這幾個月以來 至少這半年以來 他們的炮彈其實是越來越不夠用 如果跟俄國的比例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5比1 所以就是俄國每發射1萬個炮彈過去的時候 烏克蘭只能揮擊2000個炮彈 所以這樣子比對起來 烏克蘭軍隊的實力就是嚴重的削弱 那原本其實美國有說說 我要提供你100萬個炮彈 可是大家也知道 新聞我們之前好像講過 美國國會把它卡住 所以就是讓導致說該給的錢跟那個炮彈都沒有給過去 那歐盟去年也說要給很多 可是到目前為止也只有給了原本Promise的50%而已 所以就是讓烏克蘭他們其實是彈藥是短缺非常多的 可是最近有一個好幫手突然跳出來了 就是捷克 捷克大家也知道也是在東歐那邊 那曾經也是蘇聯的一部分嘛 那解體之後他們也非常討厭蘇俄國 那這一次捷克直接跳出來幫忙 他說 我們在路上撿到了80萬個炮彈 他沒有說路上撿到了 他是說有辦法拿到80萬個炮彈 然後這80萬個炮彈我們可以賣給烏克蘭 賣1.5別人好像也不是太貴 然後這筆錢歐盟就說 好我馬上幫你出掉 所以現在這炮彈馬上過去 所以到底是誰的不知道 因為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筆採購計畫 其實是捷克他們到全世界各地去採購的 因為要買到那麼多炮彈其實不容易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他們 捷克的官員是說 他們從兩年前 俄國開始入侵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做這個計畫 他們就到全世界各國自己去買 然後他們基本上就跳過 北約跟歐盟的這些官僚體系 因為他知道要等那邊的話 永遠等不過 因為他們大家又開會 又怕說給太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冒犯俄羅斯 然後變成兩邊真的大國開戰之類的 然後捷克說 Fuck you guys I'm gonna do it myself 他們就說我們就自己來 然後他是說他們的炮彈來源 這些軍火來源 其實是想要支持烏克蘭 但是不能直接表明的國家 其實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新聞也是把這些國家寫出來 像是南韓 但就沒有正面承認 因為這些 因為南韓他們是不能直接把炮彈 拿給 賣給烏克蘭 直接賣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挑釁 俄國 他們的鄰國 對他們直接的鄰國 然後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北韓可能跟俄國又很好嘛 所以可能會導致他們自己的國安危機 而且直接賣的話 其實南韓的保守派 他們之前也因為這些軍火資料 好像在美國 Pentagon那邊不小心流出 說南韓計畫想要支援 烏克蘭這件事情有流出 然後變成南韓的保守派 就在國會裡面大罵執政黨 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盜讓我們國家陷入危險 這樣的 那現在似乎好像 在新聞都爆出來了 Oh shit 所以anyway 我拉回來捷克 捷克說 所以他們這些炮彈來源 就是來自於一些 想要支持 但是不能直接表明的國家 而且他說 這些國家裡面有一些 甚至是俄羅斯的盟友 我覺得很酷啊 好酷喔 到底會不會是 中國 我自己在猜 應該不是中國 我猜可能是印度 因為印度總理才跟 還有南非之類的 對對對 我覺得非常非常酷 然後捷克就說 接下來要物流啊 貨物怎麼流通啊 都是捷克自己要處理 所以我不會去找歐盟的人幫忙 嗯 他說這樣比較快 然後他說 要怎麼樣走 而且他說這樣子走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把原產地給模糊掉 這樣就不會激怒俄羅斯 而且他說這整件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密 所以他們就是 不要把任何人的立場給表現出來 他說這整件事情 我們可以弄成 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保密 我覺得是很酷欸 捷克好屌 捷克很酷欸 我覺得捷克超酷 而且捷克也是 其實算是 世界有名的軍工國家之一 所以 我覺得整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非常酷 然後捷克說 未來還可能可以再 採購到更多 然後這樣再轉手 然後賣出去 找到更多 在路上撿到 我覺得這超屌 我覺得超酷 超酷 這新聞我非常喜歡 然後再來 這個連續第三週 跟大家更新一下抖音的新聞 Deal TikTok 就是上禮拜 我們有說到 就是法案已經 Pass過了嗎 現在從美國的眾議院 已經Pass到上面的參議院了 我沒有記錯 這數據沒錯 其實大家要知道 美國法案要過 其實都正常速度 不會這麼快 尤其是兩黨 在很多議題上 很多意見不同 可是這次到了參議院 參議院的人一看 他們馬上就說 好我們也要Pass 就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們就是看了美國的 就是能源部的資料以後 他們說 Oh my God 這東西非常嚴重 是甚麼還不知道 因為那現在是機密 可是他們說 我們想要把這些資料給解密 給全美國全世界的人看 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想要同意這個法案 競速通過 上一次我也有聊到說 法案過的時候 TikTok不是就是發 蓋板廣告給說他們 這美國的所有使用者嗎 然後叫大家打電話 給他們的那邊的那個什麼 不管是參議員也好 眾議員也好 然後超多那邊的政治人物 就是電話接到爆 我上次有講 一定的 然後這禮拜有一些新聞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 有些人受到死亡威脅 然後我聽到錄音喔 有一些就是一個女生 就小朋友 那種可能年輕女生 就在那邊一邊笑 就說 I'm gonna kill you I'm gonna chop you up 這種超智障 那美國屁孩很多 很多 就說我要靠這個維生啊 I made money through this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超智障 Oh shit 可是我覺得他搞不好 一邊在打電話 還在拍抖音 這聽起來就是這樣子嘛 對啊 對 反正他們就說 很多人打電話去 這些政治人物也覺得說 我們希望說 讓全民都看到 我們所知道的資料 讓全美國人都是 就是TikTok的疑慮 對疑慮到底是什麼 他們看到了什麼 才會大家都做出這個決定 不希望說 一直在收到這些死亡威脅 這沒有必要 因為大家也是為了人民好 才會做出這個決定 和國家安全 對 或國家安全好 所以他們想要趕快declassify 他們手上的信息 而且想要越快越好 而且大家要知道 美國在解密這些文件上面 我以為都要幾十年 也都要幾十年 大家想一想甘奶滴上面 被暗殺的文件多久 多久才解密對不對 幾十年 所以真的那麼快想要解密 就是代表這事情的嚴重性 非常的強 那到現在還沒有解密 可是我非常期待這些文件解密 因為我很想看 他們到底看到什麼 搞不好對我們來說 對台灣人來說 搞不好就說 是常識 對說我們早就知道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可是在美國可能就是 很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很酷 這個新聞 如果參議院真的就過了 我會傻眼 但我可能會有點偷爽 我就只想知道 到底會不會影響美國大選 因為年輕人都用抖音啊 那 對 其實這次真的會影響到 因為真的是 尤其抖音現在打什麼牌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說 有多少的商家都用我們的平台 在來賺錢 做生意 在promote自己 所以這樣子你禁掉的話 是會損失 讓多少人損失這個錢 可是美國的學者 也會有人出來說說 不會啊 這些商家就去別的平台 發影片就好了 可是抖音最強的地方 就TikTok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的discover page 不是discover page 他那個推算的演算法太強了 所以會讓大家看到 很多不同的東西 OK 對 然後再來是他賣東西的連結啊 就像你說的 做得很方便 就讓大家很想用 所以就是 接下來怎麼樣 就像你說的 我很想知道美國會怎麼做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人討論 然後說 這到底有沒有影響到美國的 freedom of speech It's a mess OK 可是我很想知道 美國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好 期待參議院的結果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台灣影響會非常大 如果他們有一個潛力的話 台灣接下來可能 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也會比較有底氣 哦 因為你就可以說 美國也這樣 美國也這樣 然後他們有的資料 分享給我們 然後真的國安疑慮 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 會比較清楚 對對對 比較清楚 不要說 我們自己內心覺得 都是用猜的 對都是用覺得的 我覺得中國就是怎麼樣 對 對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說嘛 如果打不贏就加入 可是加入真的影響太大的話 如果我們看到那些資料 就OK fine I understand 大家不要加入之類的 OK 好 好 那這禮拜就這樣子囉 那下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在美國錄音了 耶 Yay Yay